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时间5月6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新闻热点 我是王晓祥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4日 白罗斯军队突然展开大规模演习 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回应 白罗斯武装部队如果加入俄罗斯 在乌克兰的战争行动几乎已经准备妥当 近日有消息指出 有631枚战术飞弹 是从白罗斯境内射向乌克兰 最后一次的发射日期为5月3日 当日 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发言人迪姆·欣科表示 乌克兰不排除俄罗斯联邦 可能在某个时间点利用白罗斯的领土 白罗斯共和国武装部队来对付乌克兰 因此我们已经做好准备 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乌克兰已经加强对白罗斯边界的防御 据外媒报道 白罗斯监测组织 白罗斯古运的报告显示 至少有631枚飞弹 是从白罗斯境内射向乌克兰 为了隐藏飞弹路径和类型 所以发射的时间以晚上或者乌云密布时居多 3月9日发射35枚飞弹 4月1日发射56枚 覆盖俄军在撤离乌克兰领土的范围 4日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公布 第六轮制裁俄罗斯措施 其中包括此前争议巨大的石油禁运 并将在6个月内生效 今年底之前淘汰俄国精炼石油产品 时评日滥述认为 随着白罗斯越来越深感卷入乌俄战争 释放民主国家对俄罗斯制裁的力度不断地加大 以及北约国家 向乌克兰提供越来越多的进攻性武器 乌俄战争对世界经济所带来的冲击 会变得越来越大 在这种情况之下 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加入 对俄罗斯制裁行列的呼声和压力 也会变得越来越大 北京在乌俄战争当中 玩弄两面三刀手法的这个把戏 将会越来越难以继续下去 4日《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石俊 突然跳出来罕见批评中共的封城政策 然而文章才发出没多久 胡石俊就自行删除文章 据悉胡石俊目前就住在高度封控的 北京疫情重灾区朝阳区 当日他发文说 防倒疫情的目标 就是保生命安全和保经济小受损失 一旦抗疫付出的经济成本 比疫情传播对经济造成的打击更要大 情况就会变得很糟糕 清零固然重要 但只有成本可控的清零才有意义 如果北京用这一套收拾不了Omicron 它还是进一步传播开了 这样我觉得北京人要接受那一个严酷现实 国家也要接受 中国不能用不断封城 切断中国地区之间的人缘联系 来维续病毒的低传播 这样所导致的后果 将会比我们在世界其他国家看到的疫情失控 后果更加严重 这篇文章发表几个小时后 突然从胡锡进的微博上消失了 连转发的国家大陆传媒也全部删文 而且当时他曾经转发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下令毫不放松坚持动态清零的新闻报道 并将评论区也关闭了 不少网友涌入其他文章留言 要胡锡进解释为什么删除文章 有网友说 这个是胡编自己 也都身在中共粗暴清零政策的铁拳下 受不住出来发发牢骚 想必受到上面警告赶紧删除 老胡没有尿到 中够他也都逃不掉吐死狗胖的下场 有外媒评论 昔日胡锡进闹美欧 台湾和香港对内鼓吹民族主义和爱国情绪 却是两面人可能引火烧身 他去年8月曾经自然 想想自己当年来说过多少不严谨的说话 下一个社会性死亡的 会不会就轮到老胡我 想着想着我就失失发抖起来 他是爱国爱党的跳梁小丑或者大奸始终 就等着看事态发展验证了 除了带五毛胡锡进 当日一个家在上海的铁杆支持 中共防疫清零的小粉红 此前曾经大赞中共军队进驻上海 转批评那些对清零不满的 受到伤害发出反抗声音的网民 估不到现在铁拳扎倒自己头上 因为他和丈夫被拆出阳性 而他六个月大的孩子是阴性 全家被逼离开住所 他亦都在网上开始抗疫求救 但下方的网友回复 却没有一个表示对他的同情 不论是大五毛小粉红 还是普通百姓 在中共暴政之下都无一幸免 有网友说防民之口甚于防一切 共产党最怕这14亿韭菜 哪一天醒了 一边灌迷云汤一边硬隔离 消息人士说 马斯克在完成对Twitter的440亿美元收购后 预计将会担任这间社交媒体平台的 临时行政总裁 CNBC报道 5日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显示 马斯克从朋友和其他投资者那里 获得了大约71.4亿美元的承诺 以收购Twitter Twitter目前的行政总裁阿格拉雅尔在去年11月 刚刚从Twitter的联合创始人兼CEO 多西手中接过掌桌 预计他将会继续留任 直到公司完成向马斯克的出售 据路透社报道 阿格拉雅尔上个月 在全公司会议上告诉员工 在马斯克的领导下 Twitter的未来是不确定的 当被问及该公司是否允许川普 在马斯克接任时重返Twitter时 阿格拉雅尔表示 一旦交易完成 我们不知道平台将会往哪一个方向发展 阿格拉雅尔曾经表示 他将会专注于扩大Twitter的日常活约用户群 并为客户带来新产品 在公司最新的收益报告当中 Twitter表示 其可货币化的每日活约用户达到2.29亿 比去年同期增长15.9% 据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 马斯克最近在投资者面前演讲 他根据对Twitter的分析 比出了财务预测 马斯克告诉投资者 他认为Twitter的税息折够 和摊消钱利润率太低 而且该公司有太多工程师做得不够 CNBC报道缓引知情人士说 马斯克还承诺 让公司成为人才的磁铁 根据芬兰及瑞典传媒报道 两国可能在5月16日那个礼拜 递加文件申请加入北约 并获得美英两国承诺 如果申请加入北约 在等候取得正式会员资格的过渡期 如果受到俄罗斯威胁 美英将会给予安全协助 位于俄罗斯和欧洲大陆之间的芬兰 为了在俄罗斯和欧洲北约之间取得平衡 一直奉行中立外交政策 但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近日文条显示 有7成4的芬兰民众认为 俄罗斯是头号敌人 6成8的民众希望 芬兰尽速加入北约 随后芬兰国会以113比12票 压倒胜票数通过了加入北约的议案 而瑞典也有过半民众赞同加入北约 瑞典政府就向芬兰表示 希望两国能够同一日申请加入北约 经两国领导人协商之后 决定在16号当周递交申请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腾贝格表示 以列欢迎 由于普京曾经多次警告威胁 如果这两国加入北约 将会产生严重的军事和政治后果 俄罗斯将会在其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飞地 加里宁格纳部署核武器 和高超音速导弹 因此两国担心提出申请之后 但尚未正式获准入会的灰色期间的安全问题 4日瑞典外交部长林德 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谈之后 向瑞典电视台表示 美国准备提供两国多种形式的安全承诺 同日英国国防大臣华礼士亦都表明 芬兰或者瑞典 不管在申请加入北约过程当中的任何阶段 如果受到攻击 英国会提供安全协助 此外 据韩联社5号消息 韩国国家情报院代表韩国作为正式会员 加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 成为首个加入该机构的亚洲国家 另外 扎连斯基和格鲁吉亚总统加里巴什维利证实 两国已经向欧盟提交了日盟调查问卷 希望欧盟能够尽速审议 在今年6月的欧盟峰会上 给予两国欧盟候选国地位 北韩4号成功发射一枚缩短射程的周制飞弹 然而北韩官媒却极罕见地赤字未提示射一事 这个不尋常的行为及背后原因引发外界关注 据韩联社报道 经韩国军方研究判断 当日中52点 北韩在平阳向东部海域 发射一枚火星15周制弹道飞弹 飞行距离大约470公里 高度大约780公里 速度是11码客 期间北韩还刻意提高仰角 以缩短期实际射程 以往北韩成功试射后 往往会在官媒上发布消息和相关报导 但今次任务结束后 包括劳动新闻 招中社在内的官媒一片沉寂 而此前北韩通常在试射失败的时候不加以报导 例如3月16日发射而为火星17 新型周制弹道飞弹时发生爆炸 第二天就不见官媒报导 今次试射不仅成功 发射的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周制飞弹 官媒的沉默实属罕见 韩联社认为 北韩今次试射可能不仅仅是军事挑衅 而是涉及偵察卫星的研发行为 然而未能处得预期成果 最终就未加以报导 5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发表声明 北韩今年频频试射飞行武器 近年至少发射三次周制弹道飞弹 明确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突显该国非法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 对周边国家及整个地区构成的威胁 美方立场是与国际社会同声谴责 呼吁北韩停止挑衅 并参与实质性对话 并重申美国对日韩的安保承诺 固约金汤 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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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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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